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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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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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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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录取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力推销平均 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 台商一进去以后 他就往中桌边了 开始宰你们 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 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 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 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 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 中共的这些 这些伎量呢 我们已经看透了 中共就是这样 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他就依法办 法律输你他就用抢劫霸占 司法在中国大陆 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 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 告诉法务部说 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复制範围之内 我把海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复制 拿给他看 这个白纸黑注 赌足罪啊 怎么会没有呢 那法务部说 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的 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 他说没有就没有 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 要用血泪教训 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 新唐的雅致电视 秋天喜赵阳 台湾台中裁 好 我这个 再补充一下 我要让大家清楚 我是仲裁人 仲裁 大家不知道知道吗 就是 说比较简单的就是民间法官 我仲裁人 当然仲裁人必须在大学里面的助理教授要三年 我仲裁人必须在大学里面的助理教授要三年 参加仲裁人的受信 受信 跟四月 那个礼拜六 礼拜天 四次 参加考试 考试 70分 及格 把你这些名单 送给 行政院司法行政部 备案 你可以登記為仲裁人 我是仲裁人 我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去北京第一次研討會 我若去,我去的時候他們的北京仲裁和法院和商務都有相當的關係 所以他們當人民法院的法官來做交流國談 為什麼台商在中國打官司都打輸 我問他 他怎麼回答你知道嗎 他說違背中國政策的都判輸了 大家去思考 什麼叫做中國政策 他所說的中國政策,這個含義很大 我以前在國外 我有問上海移民去國外的人 他說 他說 他們的教科書 國學的教科書 說 中國 那時候他們承認 說 中國 哪會 比台灣 更壞 更落後 他怎麼說呢 他怎麼說 哪會 有個房子 有些人 他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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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 你把我的黃金拿去 所以我們比較落後 比較窮 這就是從小就在教育 他們培養出來的這些法官 他們的想法一樣 這個是台灣來的 這個是本地的 他當然支持本地的 所以沒有法治 那都是不一樣的 你看如何外交 如何去現代化 那都是假的 所以這就是要跟大家說這個觀念 他們那邊說都很好聽 家母來說 台商在那裡受害的都是會想你 你知道嗎 晚餐跟這個 神書記說好 什麼事情就很好辦 他現在他調照 現在又換新的書記來了 書記說 以前說的都沒有真正 對 又從頭來 你就 白紙黑字 他說那白紙黑字 那白紙黑字呢 他才沒有真正 所以 所以 如果台商有朋友在那裡 我們如果聽到這個口 跟歉音說 我讓你… 儀意賺賺的 會輕輕的 如果在這裡 早上去洗面要補掉 如果不需要走 那你愛那些志願怎麼洗面 如果太消光了 這是給大家做 就他們不是照法律來,照他們的觀感來, 還是他們看有沒有違背中國政策, 他們是說你是外國人,當然我要判本國人有利,這個是政策, 你也沒辦法,類似這樣,讓大家更清楚, 這就是他們說,我是更補充, 這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是怎麼大家一定要出來, 拜託,叫更專業的,更年輕人來受訓, 問題就是什麼,問題就是, 我們政府的潛藏的債務, 都破十七條,十七條娃娃, 這是那個做什麼, 例如王政府, 那時候做,在這三年中間, 政家四條, 那這些都要什麼, 要讓年輕人, 如果我們以前死, 我們不需要負擔了, 那年輕人可以負擔了, 所以年輕人, 不出來, 到做,出來到打招, 你們阿爸,你們就很欠, 我告訴你, 實際上就是這樣, 說一個比較沒所謂, 現在都這樣啦, 快就財團, 沒有事情, 有這樣嗎? 有 說一個比較白的, 高四公路都蓋好,對不對? 你收費了,對不對? 對 說, 要為了比較快, 貴婚了, 總之叫財團來設一個掃描器, 讓財團去聖金票, 去那收錢, 你聽到, 藉錢賺的, 是時候… 收票、 藉錢的員工, 都沒辦法了。 都沒辦法, 最好如果說好, 要安排咧! 這樣他們有為了嗎? 有! 一定有為了嘛! 所以, 你沒法度, 所以有的說, 要叫科皮來做總統 人家去羅南部而已 叫科皮就化總統 這就是什麼 人民新生 要公平正義 阿扁公平正義 做不到 這會一直在滾 都現在要滾滾 現在是跟他說 好啊好啊 他算了那麼快 才讓他出來外面喘著 我喊著 他如果出來 我不會說 他不會抓進去 他是怎樣都用這個情形 把你控制掉 阿扁那樣一樣 阿扁要有官司呢 大家不知道他知道嗎 他要有 所以他 有時候我 有時候我沒有聲音講 當然 我們很尊敬的 但是 他就是我有困難 在那裡 說到這裡 我要補充一句 阿扁那九十二歲 又去台 又去日本耶 又去日本耶 那九十二歲 是怎樣要去日本 這歲出去又 笑什麼 十五歲 嚇死去耶 所以 那九十二歲 我可以跟大家說 阿扁那樣 快就天皇了 這樣 不然他九十二歲 要去日本 為什麼 日本天皇 沒辦法來 吃 自己看 他要去看 他就是 他要去 所以九十二歲 就去 去 又帶兩個 那些 那個 孩子去 去 去 又很奇怪耶 他們 子 子 主動 參加 科技 團隊 有嗎 大家 去 動動腦 怎麼會那麼豪大?怎麼會那麼尷尬? 這就是去見天皇,天皇說 臺灣阿伯如果好生,請你來逗三天 阿夫家說這樣不行,我先老了,要叫年輕人 年輕人就是他們女兒子,他們女兒子做什麼? 怕死那些人 他們女兒子自動自己推薦去報名參加評審 評審委員會去參加 如果柯比剩下的,柯比也沒有去考慮到這些事情 他要剩下的 這都有因果的,他沒有信到那裡去了 他要剩下的說,當時不是李天輝的女兒子 他要剩下的說,我實在喔,這就是什麼? 實際上,這就是,我們很可能 阿伯讓美國安排,我們最能夠直接跟美國媒體講 這個型態,這個發展,都是… 因為四月份安倍晉三要去美國 完早安倍晉三要來台灣 不公佈了 我們算十二月去住那年 我們去拜禁國神社時又要來 他們日本剛才那個時候在換修訓 要來 結果他就怎麼樣 檢查身體不舒服了 全部來 說大腸癌 當然現在還不錯了 治理的還很好 所以四月會去美國 去到美國就是什麼 我們剛才這樣聯繫看看 我們就很清楚了 2015年 美國是台灣的政治年 陸續陸續的演變 所以大家 我跟大家說大家有福氣就是什麼 你們現在再來參加 你們就搭上火車 這樣你們不是福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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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樣 真的我們福氣 真的福氣很久了 這就是 讓你們 知道一下 這個 這個 這都換黑白說的 這 大家知道 這 後來 又說這個 我們的高官 行政院的公務人員的高官 都在做什麼 因為 這個 這個就是 在福大教授 美國教授 福人大學的美國教授 太陽花 去公進行政院的時 他要收入去 他要收入去 收入去 收入去 去行政院的 拖子 開了 這都很厲害 中文看有 看著這份 你看 這套房子 套房子 他都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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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官 都在造假 WWW 這 是 這個行政單位 叫很同仁 每天 要上這個 政院 行政院的 伊點通 新聞 資訊 網 都 叫大家 最少 就要點 十一 都 去點 按讚 實在 所以 所以 點名又怎樣 還做一個記憶 有的有點有的沒有點 有的沒有點 你如果沒有點五十八 他現在沒辦法打鼓 這個沒有點 這個沒有點是小者 他很聰明 他怕說 這個要做什麼 他把這個名 都把他拿起來 只洗什麼 所以高官一天吃飽 只在那裡 造假 你看 我們人民 把水金給他們 在那裡 蠟糧又賀白布 但是 實在 這個政府早就要 這就是 給大家 了解一下 當然 他們這個 都有在做 白色恐怖 要 在進行 這讓大家知道就好了 這陸戰隊淘汰了 陸戰隊也淘汰了 陸戰隊也淘汰了 這就是 美國 國防部長 事實上 中國 更不怕他們的國務院 他們國務院 如果沒辦法處理 都交給國防部 國防部 在處理事情 比較直接 所以我們 我是國防部 支持的一個單位 這就是要跟大家說 因為 早起 秘書堂 我會跟大家說 如果要 來找一個主角 有說還是沒有說 怎麼說 那實在 我來講 他是不要說 我來講 比較 比較客觀 他怎麼說 我說比較客觀 我跟他說 那個 考試的 技巧 我來講 考試技巧 我來講 他就是 他在指導 他不要說 我來講 考試技巧 考試技巧 當然 參加的人 及格力 是無關的 我在考 我在考大學的時候 入試率 是百分 差不多 十六 百分之十六 我那時候 我那個年齡的考 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五 那個 是百分之十六 我們 我們 這個 如果是無關 跟考大學一樣 所以 因為怎樣 大家 不了解 有的 有的 為選擇題 滴滴做 滴滴做 看到沒有 就時間到了 所以 考試技巧 就說 八十條選擇題 再來 百二條 是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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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有答案 應該 跟大家說 選擇題 究竟 是非題 請 了 認為 二條 選擇題 第二項 選擇題 裡面 先選 好 去選 了 你有三十條選擇提供的 你又看不到 看不到說一條 你乾脆你那一段都 寫千 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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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起碼也有二分之一 對不對 秘書長又怎麼說 你不能寫千叉千叉 你如果千叉千叉 你會死得很難看 你若可能都不對 這個他講的可以握手 不然我會講就是 到最後沒有時間 都跟他講話就好了 對 這樣有一半 所以大家有幸福的 都來報名 因為這個 考一個 做 這個 這個證照 我要 跟大家說 我 如果 很喜歡考證照 有證照要考 我都會去考 所以我本身 我是 專業人士的證照 我有專業人士證照 有什麼科技 你都知道我 如果 我 如果 有什麼活動 願意去的 革命實踐研究院 跟同事說叫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那 我去 國事辦 李登輝學校 國事辦 會 報名 要寫什麼 要寫你的資料 然後下列 論述 簡介 下一份 去口試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要再口試 口試在台南部國賓飯店 口試 還有那麼多人 大家來口試 大家去那裡 沒有錢 去那裡我便當餐吃 不然你收錢 我們這裡 第一季 我照高 你們高多少 我也高多少 那時候想說我們是高修 我們就來 換我們去上課 我們看說 照高啊 是怎麼照高 我們就開始沒有錢 這個事情是好事情 大家都願意 所以 真正照高 來這裡 減工師 減學生 得起的 這就是我讓人知道 不是說 我們這些老師 這些工師 沒錢 照高啊 這是給大家清楚 那當然其他的單位 我說知道 那個是凱格蘭學校 不然那是有錢 那是這個情形 讓大家知道 什麼時候要口試 三月七號 三月七號 我們這裡 到我會做什麼 口試 可能第九次 第十次 說不定就沒口了 這給大家知道 這要告訴大家 我們每年 每年 十二月 二十 都會去日本 是怎麼 要去日本 我們最初不知道 我們去美國 去那幾天 在第一次 在美國華盛頓 第一次的四季酒店 美國相關單位 上進兩百度 在這裡 上進兩百度 上進兩百度 給我們 他說你們秘師長沒有來 這兩副圖畫送給你們秘師長 你們秘師長就知道了 原來 這是台灣的 國際地位 那兩百度 是我們的 國際地位 美國佔領 美國佔領 日本天皇 住在裡面的天皇 有台灣的土地 所有錢 上進兩百度 我們不太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 每年 都有去日本 大家 有要來寫歷書嗎 有 如果要來寫歷書 我們十二月二十 我們到時候再去 好嗎 好 要準備 這個學聖 要準備這個學聖 我們再去 都會去 因為 這去買的 是 天皇 你看 我們這 是我們什麼 這支去買的 第一年 要去買的 去到第一關 台灣 你說不可以 不可以 你們不可以 拿這個旗子進去 因為我們進去的旗子 都是拿這一支的 我們說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他說台灣民政府 就是不行了 你們也要拿這一支 第一關 沒有我們進去 我們抗議 說我們是台灣臣民 我們是 因為 以我為例 我叫我們老婆叫外套 叫我老婆叫客人 叫我老婆叫客人 那 我是什麼人 那時候就是你們 日本天王 在這裡 我們要進去 我們是 這支 之後 去教授以後 說 好 你們這兒會進去 讓那些精神 大家 正所起來 所以 現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都 進去 所以 這沒問題 第四年 第五年 就這支 都在裡面 三萬八 所以 當然 慢慢欠 不要 那是 三萬八 當然 這 這就是 對啦 不然大家 創造歷史 什麼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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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是 最高級的飯店 最高級的飯店 因為我們是政府 出去 被政府的官員 出體 像這樣 這樣 這樣 好 這都會去協志的項目 這個powerpoint 是日本青年 我們那時候有辦日本青年 叫他們來這裡訪問 來這裡上課 那時候我上課做的powerpoint 要讓日本人知道日本天皇制作 為何臺灣民政府的旗子可以進入皇宮 請思考這個問題 讓日本人去想這個問題 這就是那個時候做的powerpoint 這應該是第一年進去的時候的旗子 布袖都把我們這個旗子不敢頂出 他說就不看到這個旗子 去買天皇 他轉來 把我們這個都插紅的 這個布袖裡面都插紅的 這個都插紅的 這個也插紅的 這個都插紅的 所以我們之後要把他抗餘 回來後發現 不可以把他抗餘 把他抗餘 現在有了 有這樣的旗子 沒有把你插紅的 日本嗎 對 日本在日本那是 日本跟插紅 對啊 布袖幫你插紅的 普通報道 幫你插紅的旗子出現 這個是什麼 這是習近平 那時不是總書寺 那時期的是副總書寺 副的 對 這是副的 那時期的是副總書寺 副的 副的 這是怎樣的 他去美國訪問 美國跟他講完後 他說好 我順便回來過日本 要來看他們天皇 但是他跟外務省 外務省說你要記我們天皇 半年就要安排了 我怎麼會在想這個半年呢 我們 當初應該是兩年多前 三年前 我們要去印度 要去印度的時候 我們要去之後 我們要去 打來 他們安排的人 我們上頭都跟我們說好了 起之後就說 嗯? 不安的啊? 你要去我們打來嗎? 半年前就要安排了 你們三四五 三頭三個月 你們還要來 我們怎麼辦法替你安排 那一半就這個困難了 但是 因為要去搜索 後來 打來就是佛邪嘛 佛邪嘛 佛邪嘛 西藏的藏施嘛 藏火嘛 我們的當心 有一些有學佛的 沒關係,知道這個姓氏而已 我所知道,我們唸四八 因為普通是他們都在唸經 四八本的經,回向給他們 他們把我們交代那個來接待那個 他說他要去問答 看來第二天早上去那天晚上去到那裡 晚上九天晚上還要去 他覺得我沒可能 你們要用什麼呢 用世界華人的團體 來參加西藏流亡政府的活動 不是啊,去都說好了 都說民政府要去的了 去那邊國了 這就是什麼 我們所知道 前兩個禮拜 那時候台北官的議員 林明儀生過去 他們說出來說三兩百萬去給他來 我們不在那裡 我們不在那裡 我們去到那裡回到那裡 沒有效了 結果 我們的動心回向後 他們 第二天早上他們去問答來 答來說 我非常歡迎 記者 所以我這項新聞情 我們這項台灣民政府的新聞情 打來忘記 我拿給他們看 所以說 我跟各位說 大家說 大家如果 我當你 祈祷家還是沒關係 你就怎麼樣 你就祈告嘛 讓台灣 趕緊順利 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趕緊來執政 你若是 會在念經的人 都念經 回向台灣 請三官大帝做主 念普門坪 跟金剛針 念一切如來 秘密 陀螺明針 回向台灣 讓台灣能夠光明 這樣啦 很快 很快 這個經濟 這個很有用 我們大家不知道 實體上是很 大家如果有這個 有這個 都可以 認真啦 去做這件事 這如果在自己做廣東 你讓台灣 招力 把這個流亡政府 拚拚去 而我們的人民 過得更好過 這如果是在做廣東 他趕緊到他跟他講啦 習近平跟天皇 說怎麼在講呢 說 中國現在經濟比較好過 他想要來買台灣朋友 習近平怎麼會呢 說我們祖先 到現在就沒有在買東西 他一定會 這樣 天皇 天皇這樣說 說我們祖先 天皇 祖先就是 房 有一台台團 說他就沒有在買東西 習近平要來買 怎麼可能的事 說不幾分鐘就結束了 這已經我們怎麼知道呢 這叫美國安排,美國跟我們說,我們才知道。 跟我們說,我們才做這個泡飯打出去。 因為這就是習近平,他現在做護衛,回去撩毆,美國跟他說,撩毆了, 才知道台灣不是不可分割的領土,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因為天皇在1945年4月1號已經實施民治憲法。 選舉三個參議員,五個眾議員到東京開會。 參加戰爭死亡的都放在靖國神社。 我們靖國神社有三萬九千一百億。 所以已經都變成日本的國民。 所以你看,以前這個野田,他說什麼? 我那麼好大說,在這個中日韓高峰會議宣布釣魚台為日本固有的領土。 中國只稱什麼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因為釣魚台是台灣宜蘭州的領土。 這樣大家不知道清楚嗎? 釣魚台是雲蘭州的領土。 所以他說釣魚台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因為台灣已經成為日本的實施民治憲法。 就是成為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們現在都不會說,以前祖榮子,你不知道記得? 中國一個... 祖榮子啊! 祖榮子啊! 祖榮子啊!很壞的人耶! 現在在那個電視裡面看,台灣是不可分割的領土。 釣魚台要跟我們... 我們的川總統是那個釣魚台沒有。 類似這樣,讓大家清楚。 這可能大家有很少看到。 還是有看到都忘記了。 這裡是什麼? 五月二十,就職典禮的時候,這裡在芥蘇館耶。 芥蘇館掛這支鍋棋啦。 芥蘇館掛這支鍋棋。 這支跟這支有一樣嗎? 沒有啦! 是怎麼不一樣? 他們怎麼要掛這支? 這就是要讓美國看。 說我們也要成立民政府啦。 我們要用這個棋子啦。 我們以後用這個棋子代表台灣民政府,給我們一直管下來啦。 這樣你知道嗎? 要不然,這大棋子呢? 這大棋子呢? 那棋子拿不到。 啊? 還有這支棋子。 對啊。 所以,這回家要跟大家說清楚。 他就是要走路了嘛。 他接下去就沒有了。 他按算說他後就是要用這支棋子代表。 還在那邊延續下來。 這大家都知道 已經滅亡了 1949年、1912年 在南清滅亡 做一個夢白在這裡 以前的教育報說 從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清 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清 台北是流亡政府 這好預備 再來 這大家看過了 有人沒看過嗎 三例的影片 好 那我們麻煩三例的影片再換一次 新傳單報紙廣告 厚厚一疊權力法案上到處可看到 台灣民政府五個字 走一趟總部 發現都是穿白襯衫的年輕人員在辦公 他們 我們現在目前有分出幾班和高級班 那我們兩班都上完的話 會有那個證書 那他就是未來的公務人員 參加研習營一次6000元起跳 未來就可以捅一輩子鐵飯碗 台灣民政府還自製晶片身份證 每張1000元 號稱拿著它就可以自由進出美國 如果你用中華民國護照 他要你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又拿這一張 就可以捐去了 寫著黑熊部隊這一大碟 附上姓名電話大頭貼 通通是來應徵台灣民政府警察 卡其色制服上就袖著一隻大黑熊 台灣民政府2008年2月2號成立 裁內閣制 發下豪宇要發出41萬份身份證 找到4000名公務員 以及木道1000位警察 國旗 綠色代表台灣 福爾摩沙 中間藍白色代表 美軍佔領中 最外環則是台灣六個州 每一位州長 都有自己的辦公空間 各自獨立運作 馬英九 怎麼樣 生吞活潑台灣人 所有的五大基因都破產 你看他哪一點做得好 或只看不慣馬總統 用治理國家方式更揚言 如果台灣民政府獲得美國認證 王后只要馬英九敢自稱政府 就提告 但大家的疑問是這個 誰瘋了 以後就知道了 不要兩名 你會看得到 衝著馬總統而來 帶領台灣人獨立 號稱不從事募款 但卻有財力 在報紙刊登半版廣告 少說幾十萬起跳 還有自己的停機瓶 台灣民政府 能比中華民國政府 有多少國際空間 外界都睜大眼睛 三新聞黃玉峰白喬英 桃園採訪報導 這就是感謝三立 但是 他說他是不實的報導 我們這個身分證是美國製造 這個是 那個金 自製 我們是美國製造的金片 我因為 這個就是要跟大家拜託 最後要跟大家拜託 兩件事 第一就是 一定要叫少年 要有專業 來授信 不然就來請新聞證 因為 我們有 那個講義 你如果是 有把 貸款的 有把銀行貸款 阿爸的我們執政 你那些阿爸 你如果是有 我們的身分證 你的貸款就都不用了 你的就學貸款 那些都 那個學生 是學生 現在不知道要叫學生 要 要趕快來辦身分證 不然就要來上課 因為 時間上課 要拜託 這些年輕人 去高水 年輕人 比較多來上課 這是第一點 黃貸要不要 黃貸要啦 黃貸要啦 那黃貸 你給我買的那家 怎麼可以免費 你就是學生 要 我們學生就免費嘛 所以 他要就免費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要拜託大家來這裡 拜託請新聞證 來上課 這樣 好嗎 好 今天我們到這裡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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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